我沒有一定要用切 我是說這樣可能會快一點 那我剛剛是把它複製之後有沒有 再貼到那個Excel 貼到哪裡呢 貼到CE的 因為這兩個要做欄位名稱 所以我貼到這邊來 那貼上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再利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話有分隔符號 用那個分隔符號裡面 輸入那個鈍號 然後RM完成就好了 他就幫你切 那切完之後你就把這個C 按錯C貼到這邊來就可以 貼的話就選擇性貼上 用轉字就可以了 把這邊可以把它刪掉了 表格的話就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用常用裡面的這個表格 然後上面這個的話你就填顏色 然後加字再打上去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其實大概的規則 那當然你有些格式可以自己調整 好這個是第一個應該沒問題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數量給做出來了 所以統計出結果來 12生肖裡面 最常用到就虎 不過這個資料因為只有成語數量不夠多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有沒有再更完整的 你網路上找找看 有沒有那個成語大權 我印象我之前有收集過一萬多 一萬多的成語 那個統計出來的數量 那可能會更完整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請各位自己再去找找看 網路上絕對有這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收集一下 像網路上各式各樣的詩詞曲 像一些著名的這個古籍 古典的這相關的文學家的作品 其實網路上也可以都可以收錄 那當然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統計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是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1到10 1到10 這很妙的 成語裡面 數量最多的 居然是什麼 1應該可以想得到 第二名的話是3 那為什麼是3 3人成虎 他什麼 3人成虎 4個字的 3 總共12格 什麼反應 孟姆三千也算是 反正三相關的 總共裡面有 這個 12格 至於哪12格 請自己再去查詢一下 篩選就可以看到結果 再來就8 8有哪些 自己去想 OK 什麼八國聯軍 這應該不是一個成語吧 OK 9 9 再來就是9 再來就是10 最少的6 為什麼6最少 OK 可以去探究一下 為什麼這個數字 為什麼偏偏大家這麼討厭用 反而應該 我是覺得最討厭應該是4吧 因為4可能有諧音吧 可是沒有 4好像還蠻中間的 OK 所以原因為何 都可以探究一下 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數量差異還蠻大 尤其1 大家真的非常喜歡用 這個1的 這個 這個 其他還有季節 像春夏秋冬 裡面有 成語的話 有沒有 想得到嗎 春應該 什麼 秋應該有 什麼 春跟秋有 但是夏跟冬居然沒有 有什麼夏 什麼冬嗎 有沒有 所以成語裡面夏跟冬歸零 沒有 在我這個資料裡面 也許有 但是 目前看到的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 陰陽五行 陰陽 常見 什麼陰 有沒有什麼 陽也有 還有五行的話 五行哪一個部分 哪一個最多 OK 那統計的結果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水應該最多 金 金的話應該其次 火木 土最多 最少 OK 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 做一個 用量的方式 做呈現 那這個也許請各位自行再去完成 那剛剛做的方法很簡單 其實你就把剛剛的動作再複製過來 再重新做過一遍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待會我們就要來看 如果這個資料 我希望在旁邊有沒有 增加查詢功能 比如說我需要查詢 假設 查詢 成語 查詢解釋 查詢 例句 例句也可以查 最後的話 所以會有三個按鈕 再加上一個 復原 就是恢復原來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上個禮拜程式 其實你拿來貼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請各位 試著把其他的統計資料 先統計一下 我們一樣 第一步 這個地方自訂一下 拿這個開發人員 第二步的話 一樣是什麼 Videobase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在這邊寫程式 那程式的部分 當然 第一個的話 就是什麼 比如說 給他一個名稱 這邊其實雲端上 也有放一些 對應的 已經寫好 那我們一樣 做兩個 兩個方式 一個是 做篩選 一個是格式化 格式化 就是把它 那個格式做上去 那首先的話 我們針對成語部分 我們可以做所謂的篩選 這個成語 跟 那個 復原好了 所以這兩個 當然請各位自己再打上去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 字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裡面把它切到12號字 那第一個的話 比如說我要篩選 請輸入那個 乘語關鍵字 像剛剛我現在知道 數字好像3很多 再來就8 為什麼8很多呢 有關8的相關的成語 有哪一些呢 我想知道一下 按確定 你會發現 主要是這些 什麼 28年華 什麼 七手八 腳出不來 OK 七零八落 七嘴八舌 八派之交 八面玲瓏 好像都比較好的 還算不錯 四通八達 橫七束八 OK 好 這個就比較不好 28年華 不是指28歲 是指16歲 所以你28年華 算青春少女 所以你們已經過那個年紀了 那把它復原的話 叫AutoFuel 這個前面有講過 所以這個把它執行 OK 第一個就是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把那個 請輸入 篩選成語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篩選解釋 可以篩選例句 稍微把它變更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把它變更 這個什麼格式 格式的話 也是上禮拜講的 就是如果今天呢 我要顯示的是 請輸入應該請輸入那個 這應該是 一樣是關鍵字 關鍵字部分 那我差別就是說 把它這個執行一下 請輸入關鍵字 那比如說我要查什麼 查剛剛還有哪一些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比如說像查這個水好了 水其實還蠻多的 那有關水的部分 那剛剛是用篩選的 不過現在的話是格式化 好 糟糕 出事了 沒關係 解決就好了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射中段節就可以了 執行一下 那這邊的話 為什麼出錯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錯可以找得到嗎 看一下 請說一下 比如說我設個 以後如果你們出現錯誤 其實可以這樣的 你在那個地方設個中段點 按確定 程式會停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要找水 在第一欄裡面出現的位置 那為什麼會找不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原因出現在哪裡 請問 為什麼 看得出來嗎 其實喔 除錯也是 了解那個VBA的一部分 你不要只是會複製貼上 OK 哪個地方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是說什麼 這一個整個儲存殼裡面 只能有一個字叫水 它才會出現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把它改呢 其實應該是 改成上面這個寫法 有沒有 把它改成 如果 如果 在 成語裡面 出現 這個 水這個字的話 再幫我篩選出來 OK 看一下 理論上是應該這樣子 那如果 這一行喔 那因為我設個中段點 那如果要讓它往下跑 按F8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水就出來了 那我們再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特別主要 從A2就好了 A2 不要A1 A1的話上面 就加 把藍圍裡面的格式 然後這個範圍底下呢 就做格式 黃色的底色 黃色的底色 OK 把它加個黃色底 OK 好 一樣是全部喔 可是 再加上AutoFilt是取消篩選 展開看看 所以你看水 水還蠻多的 有哪些水 山水 千山萬水 都是 算是也是 有好有壞 最後這個就不太好了 淨花水月 不是喔 看什麼 這邊其實沒有什麼水性洋花嗎 沒有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這一行 取消篩選 OK 好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剛剛錯應該是出在這裡 這個可以把它改一下 格式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的話 有沒有哪些 欸有了 我一直在這裡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強調 哪一個地方要得次化 那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把畫面呢 清除的話 我們上禮拜講過了 所以清除部分 我們就是再加上這個 沒有 把這個範圍清掉 執行的話呢 那他就會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掉了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 分別完成 篩選成語 篩選解釋 篩選 篩選 例句 然後呢 再來就格式化成語 格式化解釋 格式化念句 那就把它再恢復一下 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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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